书法漫谈 中国书法浅谈 作者 飞语 中国书法是中国古老的神传文化 与琴齐画并列为四亿 是借助中国文字美的结构造型 来表达感情的传统艺术 其内涵博大精深 包容了画的意境 诗的情感 音乐的旋律 舞蹈的韵味 武术的神采 做人的哲学 所谓无色而有绘画的绚烂 无声而有音乐的神韵 在世界众多的文字中 只有中国汉字 是与天上的文字是对应的 也只有汉字才衍生了书法艺术 汉字从甲骨文算起 经历了三千多年的风雨 形成了真 草 立 转 行 凯等诸多书体 传书包括甲骨文 大传 小传 历书包括秦历 汉简 汉碑 楷书包括魏碑 唐楷 行书包括行草 行楷 草书包括张草 金草 狂草等 中国书法艺术从商代开始 经历了商周的古仆 秦汉的辉煌 魏晋的风韵 隋唐的鼎盛 宋元的神采 敏青的繁荣 近代的辉宏 既有个人的神采 汉位有中章之绝 静默称二王之妙 又有地狱的特点 北碑南铁莫偏标 卓妹相声品次超 还有时代的风格 敬人用礼 唐人用法 诵人用意 书法艺术如日月晶天 江河奔流 自古至今 远远流长 博大今生 作为东方艺术核心的中国书法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 书法的点与现 黑与白 凝聚了大自然 千变万化的神态与意象 透散着书法家的情感和智慧 书法是国粹 中国历朝历代 都将书法当作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 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像人们常说的 字如其人 中国书法艺术 大致可以分为实用为主的写字 和以观赏为主的书法两大类 近代以后出现了以钢笔为主的印笔书法 与几千年来的毛笔书法并存的局面 毛笔书法变成了欣赏为主的艺术 使用书法已经被钢笔等印笔代替 但是中国的古老毛笔书法艺术 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彩 夺目璀璨 为人们做尽展 古代书法大家 书圣王羲之的儿子 问他写好书法的技巧 王羲之告诉他 写完十八纲末之之后 书法自然会有很大的进步 王羡之写完了十八纲末之后 书法真的有了很大的改观 书法的升华离不开苦练 但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书法家 也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 唐朝皇帝问书法家柳公权 如何写好书法时 柳公权回答 心正则笔正 笔正则法可以 意思是说 心底纯正才能写好书法 德宗新元元年 怀西节度时 李希列叛乱 近八十高龄的严真卿 不顾个人生命安全 和随从深入虎穴 好言劝告叛军 民大义 废恶行 遭叛军恐吓 独行后 见真不屈 从容就义 严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并称 刘谷 延峰 流传千古 唐代的主岁良的书法 也深受唐太宗等皇帝弃重 在武则天要被立为皇后时 主公出于对大唐李家的忠心 坚决不同意 不为理智的怒火 将头刻得鲜血滞留 被贬荒远 刻死异乡 亦不便捷 岳飞写的一首好字 他书写的满江红 和他的浩然正气 永存千古 而秦快虽然也会五文弄墨 但当他迫害岳飞后 遭到大众唾弃 是秦快 包括他的书画为灾祸之物 是凡有秦快书法自画者 都将其扔进茅坑 行销击灭 能写好书法者 要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有功无姓 神采不生 有姓无功 神采不实 奸此二者 然后得其古人 这段话说明了 字内功夫 与字外功夫的关系 少林论诗 必约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子长为文 必周揽名山大川 然后有其器 学书亦然 不能专从古今月始中求之也 读书养性 缺一不可 不然 用功随身 所成不过书将 难超成熟矣 字内的功夫 首先是临时 要先约 后博 要先入贴 后出帖 从无我 到有我 正所谓 学无古人 则学无师成 书无自己 则留为书架 博览悲帖 方能精通众美 南宋书法家 江白石说 皆需古人名笔 置之己案 悬之作用 朝夕敌观 思其用笔之理 然后可以临摹 历代的名家悲帖 是中国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是学习书法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源泉 我们下期待 等会儿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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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